近三年香港桃大花园社区爆发严重的SARS群聚感染事件 光在桃大花园就出现300多个SARS病例 除了当局隔离太慢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当年事后也到桃大花园 调查SARS大规模爆发真相 发现到是由于桃大花园大楼内的U型去屋装置失效 让排污管水流减慢 助长带有病毒的飞沫在管内流动 再加上民众冲马桶或小便时会产生雾化作用 病毒随着雾化的飞沫传播 而民众使用的强力抽风扇 又把病毒的飞沫从厕所里面带出 抽到天井 导致其他开窗民众也遭到感染 再加上爆发疫情的大楼污水管 有大裂缝 一连串原因导致SARS疫情在当年爆发 我想说老旧公寓基本上他们的排气都会排到管道间去 病毒的话那也容易借由这种方式 有一些传染的一个空间 新的艰难要做当成排气 它自己的那个废弃 它就直接从这边直接对外排除 不过武汉肺炎是否有机会 与SARS一样能够透过粪便传播 目前只能够证实有风险 但是如今香港又一个社区出现 上下楼邻居感染 以色列和排气管设计有关 也让香港担忧 17年前的SARS二梦再次重演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最新闻重点 我们在核心里上 留意 我们很久不够的 还有 最后面具一些